的口才训练班,新开序幕 首先,即将上场为我们主讲的是 这位讲员,他是一名专业建筑师 当了五年建筑师之后,成立了一间IT公司 成为了一名女商人 这一路走来就15年 将公司出售给一家加拿大上市公司 45岁就退休了 这种日子,每个人都想要 他在1999年加入国际讲演会 目前是大巴窑中俱乐部 高级英语讲演会和惊喜华语讲演会 会员与顾问 在过去21年中 他担任过所有职位任务 无数次的比赛评委和总评委 也当过国际讲演会 大会大会半决赛评委 他在2015至2016年担任80区域总监 为200多个分会和5000多名会员服务 事不宜时,让我们来欢迎 这位主讲者 郑颖平 他将为我们 他将为我们分享 他将为我们分享 国际讲演会 引领快乐学习 掌声欢迎 郑颖平卓越讲员 谢谢 谢谢师姨这么 隆重的介绍 我们现在就进入 我的演讲 我先share screen好吗 大家看得到吗 看得到 请举一个手 很好 会长还有所有的 资深 还有新会员 还有当然还未加入的会员们 你们大家晚上好 非常欢迎你们加入 讲演会 那么那些还没有讲演会 加入讲演会 希望我们今天 在结束之前 大家都荣誉的报名 我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 介绍国际讲演会 这个组织 那么看到这张照片 你们说我开心吗 开心啊 其实我其实这个 现在这个样子 跟这个其实一样 对不对 但是我两年前拍的照 跟今天还是一样 所以你们说我开心吗 我快乐吗 所以在这22年 其实过了下个月了 在2月开始我已经是22年 在讲演会里面 这个生涯了 学习先生 我当年在1999年的时候加入 那时候我是加入了英语讲演会 我本身呢 其实是个华校生 我当年加入英语讲演会 只是为了好奇 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待会我们再介绍 那么加入之后呢 我后来才知道 有华语讲演会这文是 这样的一个组织 所以我就在2010年那一年 我就创会了 创造 创立了这惊喜华语讲演会 也成为他的会员 也慢慢又把我当年忘记的 那些华语的词汇 又重新的再 再回来 再记得 再来应用它们 那么 这个就是 我当年就是为什么加入 在整个两个分会的原因 那么要知道 这二十二年来 为什么我还是能够 待这个讲演会 其实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国际讲演会 这个组织 它的组织的庞大 它如何让我们会员收益 所以从来我都没有感觉到 烦闷 就好像现在疫情 大家说在家里很闷 其实不闷 你只要来我们的华语 就是讲演会的活动 你肯定不会闷 今天你看到 我们从 当年之前 我们是在 我们的总部 总部是在California 就是在美国的 加利福利亚州 去2018年5月的时候 我们从一个 一层楼的建筑 就搬来的四层楼的建筑 就是在Colorado 哥罗拉都街州 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成长的快 从一层楼到四层楼 当然我们有多久的历史呢 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我们国际讲演会 其实成立了 在1924年成立的 那么是96年前成立的 我们开三笔祖 就是Founder 就是Dr.Ruxi 当年2011年 应该是9年前吧 我来到了总部 参观了总部 也参观了 我们开三笔祖 他的这个 我们叫做纪念室 纪念室 那边有他的照片 他的照片 还有他当年工作的地方 以下左下角这边呢 就是我们总裁 总裁Daniel Rex 那时候也是 是我跟他拍照 他在办公室 那么总裁呢 他其实是一个 受薪的职员 那我们讲演会 我们所有来参加 讲演会的会员 我们都是属于 自愿性质的 所有的领导 我们怎么服务 我服务了22年 我还没有拿过一分钱 没有薪水的 不过就是 因为这是一个 非盈利的组织 当然我们也要一些 受薪的职员 来为我们这个 全球的 所有的讲演会服务 所以我们就有 这位总裁 CEO 讲到我们有什么使命呢 国际讲演会 其实有一个 很重要的使命 就是他能够帮助 我们每个人 成为更有效的 沟通者和领导者 大家看看 沟通和领导 要怎样成为一个 很好的沟通 跟领导者呢 就是 就要靠我们的分会 就是我们今天 有诺势 刷演讲演会 怎么的 举办他们的组织 他们的立会 还有怎么开 口才新年班 我们最终的目的 我们要用 怎么样的态度 来让学员 更有进步 就是我们是要 以互助 互益的学习体验 那么提高 会员的沟通 和领导的能力 最终达到提高 自信和个人成长的目标 这个使命呢 不管全世界 所有的分会 都是用同样的使命 我们英语讲是mission 既然是算议会 所以我偶尔会加了一点英语 让一些比较 对英语比较 更就是 更了解的话 了解这个使命 就是mission 我们的mission 我们国际讲演会 其实就是一个品牌 Toastmasters是一个品牌 我们有 我们有自己的品牌 我们品牌 有什么样的承诺呢 就是最终 就是希望我们的 我们促进个人 和职业发展的目的 这是我们的promise 就是我们 如果能够提高 我们的沟通 和领导的能力的话 我们在事业方面 肯定会 有很大的帮助 就算我们在 自己在家里人 家里 还是在 各种组织 或者非盈利组织 各种服务 职业组织服务的话 我们都 同时能够发挥的 更好 把我们事情 办得更佳 好了 这样来 来介绍一下 整个组织 这整个组织 刚才我也说的 我们的国际奖 是在1924年的时候 成立 那时候其实是在 一个 很 不 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 一间建筑的地下室 开始了 我们国际奖议会 第一个例会 那时候是 我们讲的 真的是 不容易 我们叫 卡帕 那时候 Dr.Ruxi 开始的 全世界会员 现在有36万人 36万4千人 那么我们讲说 我们会员36万4千人 其实受益的已经有四五百万人 因为有些人参加之后 他们学习到了 他们离开我们的组织 有更好的发展 或者他们已经懂了如何利用 他们学习的技能 应用在他们的工作方面 他们很满足了 所以 其实真正付费的会员是36万 新加坡呢 本身就有五千位会员 讲到 我们的百分比呢 我们是1.4个百分比 还不错 你如果把整个地图 我们把这个影像 我们把它分成100分 你说新加坡可以看得到吗 一个百分比 肯定看得到 对不对 不过为什么我们新加坡 说是小红点 有时候你甚至找都找不到 整个地图 对不对 不过其实新加坡 是多么的壮大 我们讲演会是多么的 发展的多么好 那么分会 整个全世界的分会 总共有16200个 那新加坡呢 以今天的计算 今天的祷告是210个分位 就是1.3个百分比 那么新加坡来说呢 我们总共是有58个 华语讲演会 有那是双语华语讲 双语讲演会 其实是 是在华语讲演会的 其中的一个 那么你看到 我们其实已经有四分之一的 会 其实分会是 用华语来做演讲 全世界国家呢 有193个国家 我 真正 有 我自己讲 有讲演会的组织呢 就是145个组织 新加坡是 其中的一个 就是大概0.7个百分点 如果你要了解 新加坡几时创立讲演会呢 那是54年前的事情 其实也不长 就是大概40年后 我们创立了 第一个英语讲演会 第一个英语讲演会 来看一下地图 你们找到新加坡吗 看到新加坡吗 新加坡就是这么一点点的 看都看不到 在整个地图看不到 不过呢 刚才我们也说了 我们在整个全世界 我们占了1.4个百分比 你看多么强大 那么强大 你也可以看 这整个世界地图里面 美国当然是红色 他们是2000个分会以上 亚洲方面 亚洲方面 我们也看到这褐色 一点像 陈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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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中国 还有印度 还有澳洲 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位主讲主讲者就从中国来的 是一个多强大的一个国家 那么也有到500到1000个会分会以上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统计数字 这个统计数字其实是非常的近期的 所以不是旧故事 是去年2020年6月30日的那一段时间 之前的做了一个统计 我们要 看大家了解 看一下 总共的平均年龄是46岁 我们了解一下 今天来的会员 你们都是属于什么年龄的 不好意思讲 不好意思讲 然后讲 讲女士呢 咱俩讲演会的女士 我们是比较多了 今天来这里的 我们看一下 我们多少个女士在这里 应该好像女士跟男士也站得差不多 50 50了 还还好啦 还好啊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 整个国际 我们就是分横的 总共14个地区 新加坡呢 是属于第33个地区 第13 我们是属于87 第13个地区 第13个地区呢 就是有包括印度 还有泰国 柬埔寨 越南 辽国 缅甸 还有就是马来西亚 这整个我们是属于第13个地区 新加坡你可以看到吗 也是在下面 感想 那么讲到为什么 讲演会能够 留长这么久呢 能够就是 能够有96年 还能够站得更 而且甚至越来越壮大呢 就是我们的会员 对讲演会的 这个学习 的确是非常的有信心 满足 那么怎么样能够满足 我们的会员的需求呢 有几个部分就是 我们要了解说 我们究竟会员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public speaking improvement 在七个 我们叫七个级别里面 我们拿了5.9 差不多就是80个percent 80个percent 那么这些人对 因为他们来的目的 其实就是为了要public speaking 就是能够公共演讲 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 他们很有自信的去 跟他们沟通 跟讲演 或者说甚至只是 普通一对一的演讲 就是能够对他们有帮助 所以他们 你可以看到 他们的满足的满足的 参加之后的满足的 这个统计数字 还有personal goal progress 就是对个人的目标 能够达到 也是有5.7 那么讲到 我们其实我们讲演会的 会费其实是不多不高了 就是我再回去刚才那一个 5.8个 就是5.8级别是说 我们其实是不贵 很便宜 学习 这学习 如果你们 待会你们可能 不知道我们的会长 有没有介绍 会员费 其实是我们是 我们叫affordable 是大家都能够付得起的 一个会员费 我们讲到我们的领导的经验呢 也非常的非常的高 都很好的评论 这个是不是一个 我们讲演会会员 对讲演会的国际讲演会的信心 你也可以看到 总共有80个percent的会员 愿意介绍朋友来这里 我相信莱宁到今天在这个创立 有诺事上演讲演会之后 他介绍了多少个会员进来 这十一年 这几年的这个历程 好多 我本身也带露了好多好多的会员进来 甚至我的以前的职员 也参加了讲演会 所以我们都对这个讲演会有信心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有提升 所以这个就是讲演会的成绩 这是刚才我们讲过的 我也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总共在工作方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有68个百分比还在职工作了 他有讲说大学文评 其实哇 40个百分比 当然这个是全世界的一个平均数字 我们我们 80区或者整个 第13区地区的分类 可能又不一样了 不过你也可以了解 大家了解说 我们这个讲演会 我们的 我们的人文 地理是什么样子的 讲英语的也有60个 最重要 其实最重要 因为我们是以英语为开始 做讲演的 说到 公司方面 private for profit的 就是那些有灵性的 这些组织 总共有60个percent 那么我们讲说 在其他的sector呢 电脑方面有14个 在 在教育 在大学 或者是一些学员 也有11个percent 学生总共有10个percent 好了 总共讲了 总共讲了这么多呢 我们的人文地理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多 这样多 整个全世界会有这样多讲演会 而且大家对 这个讲演的 自信心 就是能够 继续地保留 留在这个讲演会呢 原因就是 我们他提供了 这方面的好处 虽然讲的是八个 其实你要说 也是不少 就是我们能够提高 我们演讲的技巧 我们最重要 最终我们是要建立自信 就是在 公共演讲的时候 我们完全没有 害怕的心理 然后能够发挥 思考文积极的能力 因为我们做作业的 我们要去思考 我们要讲 今天要做什么作业 我们去找资料 我们同样的 我们就提高我们的知识 还有训练领袖 还有学习更多 广交朋友 我当年其实 我当年加入华语 英语讲演会的时候 我是因为想 接交更多朋友 接交更多人 因为当年 当年是40岁 我生意的 我生意还在 我还是在 我做的生意 所以我当然是希望 我的网络更多 所以我为了要增加 更多的朋友 还有当然提高 华语能力 我也解释 为什么我会 创立华语讲演会 就是我本身是希望 能够加入 而提高我自己 永无止境的 自我成长 我们都是一些 叫做 我们叫 Lifelong Learner 就是 Lifelong Learner 他也叫什么 终身学习的态度 能够为我们 很好的成长 所以我们 因为这些好处 所以我们都 加入了华语讲演会 加入了讲演会 这是有了学习的 整个过程 从20 我这里看不到 我下面的 就是我1999年 加入之后 我200年 才拿到生年讲演 八年 九年半之后呢 我成为卓越讲演 其实你会发现 为什么我花了 这样多时间 才能够成为 一个卓越讲演 卓越讲演序 你需要很长的 一个学习的阶段 才能够得到 一个卓越讲演的程度 有些人两年三年 都拿到了 不过我花了 九年半的时间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讲演会 是一个非常 一个自愿的组织 我们不是一个 考试的一个 一个学院 会员加入之后 他们根据 自己的时间去安排 根据自己的兴趣 根据自己在 工作方面的 一些安排 或者在家里的一些 的一些安排 那么我们不需要 急着去把 所有的作业完成 我们所以 我们是以非常 开心学习的 这个 这整个里程 来做我们的作业 所以不用担心 我们不会逼你 就是 最重要是你自己 要怎么样的 去 去成长 你要怎样去提升 你自己 这个是旧的系统 旧的系统 我们其实 这个我们是 讲演会的旧的系统 它是以沟通 跟领导 两个轨道来进行 那么新的系统 就不一样了 新的系统 就是我们现在 你如果加入 讲演会之后 你有总共 有11个路线 去让你们选择 那么这个路线 是什么呢 我相信我们会有 其中的一个课 坎克会教你 会告诉你们 解释这些路线 是什么 这11个路线里面 其实你会发现 好多都是 总会有一个路线 是适合你自己的 无论在你的职业 或者你本身 需要提升的部分 你可以选择 有些人喜欢讲故事 喜欢讲幽默故事 他们可以选择幽默 有些人就喜欢领导 或者有些人希望 他能够做一些 把他们推销的 成绩会更提升的话 他可以学习 有说服服力的影响 所以这几个路线里面 这些路线里面 总共包含了 五个核心价值 核心的能力 我们可以学到 我们通常都讲 光众演讲跟自信 是我们加入的 最重要的原因 不从中你会发现 我们其实 在里面 我们也可以学习到 人际沟通 领导力 还有管理 我们要非常仔细的来解释 我不会很详细解释 不过这个总共有十一个路线 大家可以看到黄色 黄色就代表沟通 红色代表领导 绿色是代表各种其他的技能 比如说 你的指导 写作 你的管理 这些都是一些其他 在讲演会里面 我们能够学到的 当然就是说 看你要选择哪一个路线 哪一个路线是适合你的 你就选它吧 我们就是说 我们就是参加之后 第一件需要做的事 就是选择你的路线 对不起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谢谢 OK 然后我们就是讲到说 整个讲演会有怎么样的组织 我们从会员到 我们的国际总部 就是我们有分会分区 所以你们 大家了解一下 尤诺市是属于L2分区 它是属于L7里面的L2分区 我们是属于80区 就是新加坡 然后我们是13地区 所以这整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结构 会员永远是在上面的 要讲到领导 我们怎么去学习的 我们可以看到 每个分会都有职位 这些职位从会长 文教会员 公关秘书财政 我们只要 我们可以在各种各样的职位 学习一些不同的领导的技能 在更高级的 当然是领导 更高的领导角色 好像今天我们分区总监 L2分区总院 周爱儿也在这里 他就领导我们四个分会 他领导我们四个分会 所以我也成了 87亿的总监 就是我已经来到这个 还没有到 还有另外三个还没做到 当然国际主席是 这条路是 好远好远 要全世界 带领全世界是不容易 这是我自己的个人的旅程 好了 最后我就是 这个要介绍的就是 我们每年都会有所谓的世界大会 世界大会 这世界大会在 今年的2021年8月 会在美国进行 当然你要看到疫情的情况 疫情 会被稳定下来 会不会让我们去参与 这是我们 我们拭目以待 我也希望能够有一天能够 回来这个大会 大会里面 这是我当年2015年 我拿了 代表新加坡拿了 这个国旗走了 这个红地毯 这边总共有百多个国家的地 的那个国旗 当年非常荣幸 能够在拉斯维加斯里面 能够走上这个红地毯 当然我们新加坡呢也是 不但壮大了 而且我们也我们叫我们也 有会员拿到世界冠军 Darren Day就是文政人界 他在2016年拿世界冠军 那么Manosa在第二年也是拿到世界冠军 这是年年 常年两个 常年就是我们新加坡得到世界冠军 这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你也知道我们总共新加坡 整个全世界总共有多好个会员跟分会 还有Vivik拿到了半决赛冠军 2018年 我就在这里介绍 我希望这些介绍能够让你大开眼界 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组织 你是不是应该加入我们成为我们这个会员 我们只要是成为一个会员 我们就是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也跟我一样 终身学习永不退缩 谢谢大家 谢谢影评 不好意思 刚才影评会超时其实是我的错 因为我刚才忘了说实现 可是如果刚才我们就这样打岔 没有听完的话 将是一个遗憾 因为我们可能会失去掉许多的信息 是啊 其实这世界讲演 国际讲演会 对对对对 要在15分钟里面讲完 是很不容易 也不容易真的 是啊 不过刚才是尽量能够介绍的 我就先介绍 对对对 好 谢谢影评 为我们讲解这国际讲演会的道路 还有它的好处 实际上 我个人在讲演会里的获益也不浅 国际讲演会的确陪伴着我成长 从我单身到我拍拖 到我结婚 从我是个打工艺术 到我创业 国际讲演会 一一地陪着我成长 接下来